那我想問一下說 對你個人有一點的話 不管是過起來現在 未來 你是否支持說 你應該朝向所有的三權 都沒有說朝向一個 所謂廢口見到讓他上來努力 這個東西其實也很清楚 也很簡單 我們監察院說過不止一次 包括我本人 包括院長都說過 我們支持三權分立 我們支持立法院修憲 重點在哪裡 重點在憲法就規定 修憲權是在立法院 所以過去我提出三權分立的時候 為什麼沒有得到通過 理由很簡單 國民黨根本不願意討論 他沒有案 那國民黨有沒有人主張要被除檢察院 有 第八屆的賴士堡委員 第九屆的鄭明中委員 第十屆的鄭明中委員 第十一屆的羅志強委員 還有林思敏委員 吳宗憲委員 都主張要廢除檢察院 但是他們從來沒有通過 憲法修憲案 那當你要去影響 要破壞原來憲法的設計 原來憲法的設計 依照權力分立的原則 調查員是在監察院 現在你要改變這個 唯一的途徑就是修憲 所以我們歡迎立法院去看修憲 我們也歡迎立法院去看修憲委員會 但是必須透過這個途徑 不能利用修法的方式 把所有權力透露到全部都變立法院 這個才是我們政治的重點 因為這個修法明顯的嚴重的破壞了 權力分立的原則 所以三權分立就我個人而言 就我個人而言 我認不認為三權分立分立五權分立好 是啊 這是我個人的理念 但是在未修憲之前 我們必須尊重這一部憲法 它現在所有的規定 這才是捍衛民主憲政最基本的精神